国际的攻击如何反制和反击是一个考虑的重心 所以我相信上星期五林郑盛全去深圳见夏宝龙主任 应该还有其他一位领导人在 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国际形势 香港必须应对有一个合职的人来反击西方 保证国安法的执行和接下来的政局的稳定 必须有一个强势的人物来领导香港 确定了李家超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使拼图 宋sir今天出一件大件事 就在今早早11点 林郑特首就出席记者会的时间 就终于宣布了因为家庭原因 所以他就宣布不会再竞逐参选下届的特首了 这个消息一出基本上不单是媒体 政券甚至是我们香港市民都很关心 林郑你不出选 那谁去做啊 谁会去参选呢 我觉得要话说两头的 我们香港人看政治当然是从本地的视野 但是中央就不是这样看 譬如之前宋sir都和我们分析过 港澳版副主任其实是换了人的 现在就换了王宁贵一个国际关系专家 已经是给大家很多遐想 而今次最高呼声的就是我们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应该会参选甚至会成为下届的特首 那为什么中央有这样的部署 是不是和港澳版换了一些国际关系专家 和香港以至到外部势力 西方势力 国际的政治形势是有关呢 绝对有关 因为近期都很朴朔迷来 大家都觉得很不尋常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2月24号俄乌就开战 这个战争大大改变了全世界的地缘政治 也都构成对我们国家极大的压力 因为估计西方特别是美国压制中国是不会变的 接下来来说大家都感觉到 中央会充分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就是上个星期 英国最高法院政府院长都辞职 这是一个政治的事件 巧合的同一时间 英国美国两份关于香港的报告 都说香港的人权状况 因为国安法的实行大大削弱了 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受影响 香港这样下去是会走下坡的了 这种在中央的眼中就是西方透过打香港牌 将香港当为一粒棋子来压制中国 全部都是跟国际西方的反华势力有关的 所以国际的攻击怎么可以反制 怎么可以反击呢 这是一个考虑的重心 所以我相信上个星期五 就是林郑盛全去深圳见夏宝龙主任 应该还有其他一位中央领导人在 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国际形势 香港需要应对 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反击西方 以及保证国安法的执行 以及未来的政局的稳定 必须有一个强势的人物来到领导香港 那就是确定了应该是李家超 当然这种这样的决定 都是跟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共识有关 那就传闻上个星期一 就是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 那次就谈到最后与会的人 都确定了下任特首是什么人 在那里就定了 很快星期五就立刻开会 就通知林郑和李家超 所以这个安排 显然是跟国际形势 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 中美国力只会进一步恶化 进一步压力更加大 所以就作出这个决定 那李家超司长 就是可为我们香港的武官之手 他也是以强硬的作风建称的 络络络香港也要处理23条立法等的问题 那之前宋徐都为我们分析过 为什么政务司司长在张建宗不做之后 是要由李家超去做 那原因都分析了 就是因为国安的问题 那我就想问了 在今次的事件里面 假设真的李家超司长成为了特首 会不会其实真的因为在中央眼中 我们香港的国际形势 政治形势 甚至国安的形势 已经是上升到更加高的层次 作为特区的首长 应该是要更加强硬作风 和中央政府站在同一阵线去对抗西方势力呢 如果西方干扰的力度不断增加 那香港的政局能否稳定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不稳定因素呢 这个当然跟国安法有关 也都跟执行国安法有没有力 有没有全面准确去呢 有关 所以李家超去年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 当时林郑也说了 此时之刻 李家超中央认为是最合适的 就不是其他人 当时就已经看到 李家超的角色 就是以政务司司长的身份 全面准确执行国安法去压制黑暴 以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也有条片讲过 国安法没有最辣 只有更辣 都很受读者的欢迎 正正跟李家超有关 所以李家超也都在政府的官场和政权当中 被视为是强硬派 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意义来说 英雄做时势 时势做英雄 现在是时势做英雄 这个时势之下 其实操盘的人 就不是单单是香港的特首 其实操盘的人就是中央 中央就是全面管治权 我们的全面管治权 其实都包含了很多因素 刚才我们也说到 例如西方势力 国际政治 国安的因素 但另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施政的稳定性 我想就是无论下届哪一个做特首 其实香港很多的长远规画 都在林郑去年那份施政报告里面提出了 那些规划也是牵涉 是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规划来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 李家超假若当上的特首 中央是怎样能够保证到 香港的施政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呢? 那就是林郑的施政报告来说 就是去年那份施政报告 提到这个北都区和这些两城三圈呢 是很重要的未来施政的大方向 是在说20年的 而且是需要到深圳和香港充分的配合 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无论哪个做下任的特首 都一定是会继续推动这件事 因为这个是中央的期望 林郑曾经说过 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是中央要求 所以即使是李家超做特首 都一定会进一步推动这个 两城三圈 最重要就是 香港的经济民生的发展和改善 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首先要融入深圳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施政的一个延续性 某种意义上来说 林郑虽然宣布了不再竞逐连任 因为一些家庭的原因 但她仍然是需要 正如她的承诺 是会协助下任的特首 做好未来施政各方面的准备 包括这些策局重组 还有两个新的政策局 都是要看林郑的配合 实际上林郑和李家超 即是如果真的是李家超 那个关系合作应该是很长迅 大家都记得2019年 即是这个反修例的事件当中 正正是林郑和李家超 一直推动修例 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应该是OK 亦都可以说 在这一次事件当中 突出了李家超 那个是重要的位置 重要的角色 中央亦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再说两头 李家超应该 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有些消息公布 可能她会辞职参选 但另一方面 就是林郑的辞职 她说到去年三月已经向中央提出 但当然在香港市民的心目中 就是觉得 林郑不如你早点退下来就好了 我相信因为香港都备受第五波 疫情的困扰太久了 很多市民甚至商家 其实都很不满政府抗疫的政策 你觉得林郑的说法 她退下来 其实是不是仅仅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还是可能在中央眼中 她都要为整个香港抗疫的形势 某些责任 其实她都要负上呢 其实就每一任的特首 突然之间辞职不做 或者是不会竞选 都是跟中央那个决定有关的 那当然有一个好的理由 那林郑和家人的关系 一直都是在政圈当中 很多人涉涉私语 那我相信 不是一个聚焦的理由 事实上我长期的观察和分析 都认为 林郑连任的机会应该是很大的 大家如果看了我的节目都知道 但是第五波疫情的确是对香港有很重 很惨的杀伤力 大家对林郑是极度不满 上星期我们那条片 李家超不会参选 当时都有提到 大家其实对林郑是极度不满 不过选特首是中央的决定 不是市民的决定 但是中央不得不考虑民意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林郑 觉得她应该要为这件事问责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网民 香港的网民 大陆的网民都说 哇灾情这么严重 武汉也好 这个是上海或者是广东 都要问责 那为什么香港没有人问责呢 所以今次呢 强硬派 如果李家超上位 林郑就下台的话呢 很自然呢 民间就会拍烂手掌 终于有人问责 那样就消消气 那其实这个呢 也是一个中央的考虑因素 那当然林郑有些空襟 那就是要接受了她 为下一届政府的开局 就是承担一些责任 我觉得都很对的 嗯 那政圈还有些传闻的 就说 其实林郑不参选呢 其实中央都安排了一些位置给她 就是好像刚才宋sir 你所说 就是我们未来香港的施政呢 都是很需要 就是政务官啊 或者整个政府里面的公务员配合的 尤其是我们要改组 要重组 很多的政策局 甚至要加一个北都区的副司长 那现在呢 就是有人就传了 林郑会不会可能提升那个地位 就去到政协副主席呢 就好像现在我们前特首梁振英那样呢 那宋sir 你的分析里面 你觉得会不会林郑还有机会 是用另一个身份来协助香港发展和规划呢 那林郑现在的角色呢 正如她自己所说 就要协助下届政府呢 就重组几个局啦 是吧 就推动那个施政的延续啦 那当然也要帮 如果李家超做的话 她早班林郑也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那所有这些呢 林郑要退都不可以全退的 那特别现在的董建华先生呢 就是已经是 就是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 那在北京中央里面来说呢 就政协副主席呢 除了梁振英之外呢 还有董先生 那董先生一旦退下来不做的话呢 那林郑去接也都顺理成章 那林郑真是很熟书的 对政府的管理啊 很多公共政策 她的确是继续有角色可以扮演 那变成了她作为政协副主席呢 应该都可以延续她那个政治的活动 也都可以继续帮香港 我相信应该会是这样 嗯 好了 那我们还有很多议题呢 有关于特首的选战是要讨论的 不过今天时间有限 那但是最后呢 都要问宋上一个问题 其实呢 整个特首选战都是中央的一个报告 一盘棋 是因为西方势力 一定执意要和中国较量 之下 香港呢才要有这样的部署 那 必然 我们香港的施政 我们的行政呢 就牵连到就是 那个施政的延续性的问题 就当然呢 我们特区政府和国首长 是有这个责任的 但是更加大的程度呢 都是中央去把握 宋sir你觉得 在中央的这个眼中 去讲到施政延续性 有什么重点我们要留意呢 下一届政府开局的时间 有什么事情他们一定是要做到 去保障到香港是不受西方势力的干预呢 23条立法呢 正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说过 就希望六月左右 就差不多 就是立法会都可以 就是原则上通过 那就下届政府一启动 就要加快完成 所以23条呢 就是重中之重了 这个当然 李家超呢 就是习无庞泰 也都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李家超参选 那个竞选的宣言呢 也有一个的 是吧 除了是延续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届政府的施政之外呢 就还需要在这个 应对西方的挑战 和呢 就是香港那个 国安的问题呢 还要有一些更加鲜明的表态 这个也是中央希望呢 李家超的竞选宣言那里呢 是能够有这些重要的元素 嗯 那宋长今天都帮我们分析了好几个重点 就是说 假如李家超司长真的会参选的话 我们应该要留意些什么 还有最重要都是那五个字 中央选特首 跟着呢 就是如何中央保证香港特区的施政延续性 以及对付外国势力的问题 这些呢 就是未来我们下一届的特区政府 应该要去处理的质重点了 那如果呢 就是李家超司长 万一很快他就辞职 跟着有一些消息公布了呢 宋长会为大家 即时呢 就去做一个分析 那还有呢 我们大肆拼图的管治线 分析特首选战呢 都会去添食加麻 就礼拜五呢 就再和大家见面 和大家呢 即时就去更新 即是一些新的动态 就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及时了解到 香港的政局形势的 那今天我们大肆拼图的时间差不多 那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香港卖尊研究所的片都挺好看 就记得在我们的Facebook 和YouTube的频道上 按个like 给我们一些comment 告诉我们 你想了解更多什么事情 还有呢 share我们的片 给更多的朋友看 让他们都知道 香港的形势局势 应该怎么走下去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宋长 我们和镜头面前的观众说一声拜拜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记得继续支持我们 一定要看 给like订阅埋进 肯有你着数